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欢迎佛佛 大家请放着 我们继续来交流 这个戒律确实很重要 这个专题 昨天我们讲到 在经律论里面 佛为我们说明戒律的重要 那么有自立和护法 这两方面 既是自立 也是护持正法 那我们呢 讲到了护法里面 还没有讲完 我们继续 昨天的这个内容 那么我们引用了 南山三大部里面 讲到的戒律 重要的这些文句 我们来看戒本书 是怎么讲的 这个戒本就是比丘戒本 但是虽然是讲比丘戒的 其实也通在家出家所有的戒法 只要能够把戒律复兴 佛法就能够复兴 那么这里着重 是讲持戒的比丘 因为比丘是学佛七众之首 他们能认真地学戒 他自然能带动 七众同修都来学戒 那么戒本书里面是这么讲的 善见论宗 佛告阿难 有无法令正法久住 一 匹尼者视辱大师 二 向至五人持虑在世 三 中国十人 边方五人受惧 四 乃至二十人得出罪 五 由律师持虑故 佛法注释五千年 广文如笔 从这一段话 这是道宣律祖引用了 《善见论》当中 佛告阿难的一段话 由此可见的佛当年 也是念念想到让正法久住 在我们地球上永不断灭 那如何能做到呢 有无法 就是做到武装事 可以令正法久住 第一 匹尼者视辱大师 匹尼就是戒法 我们尊重戒法 如同尊重佛一样 这个大师不是指别人 就是指佛 那佛不再是了 我们以戒为师 以戒为佛 这样尊重戒法 严持戒律 就能令正法久住 第二 下至五人持律在世 这不多 五个人就够了 那五个人都没有 佛法就是衰亡 那么这个五人呢 特别是指比修 僧宝 为什么呢 因为五位比修和合而住 这就是僧团 就能行一切结磨法事 就使到僧团运作 非常的顺利 那么这个僧团住室 就是代表正法住室 假如这五个人都找不到了 那么就是末法 一个人都没有了 那就是灭法 第三个 中国识人 中国不是指我们神州 这个中国 印度讲中国 就是佛法 这个非常兴旺的地区 那么佛法兴旺 就可以找到十位比修 边方是佛法不太兴旺的 叫边地 那也要找到至少五个人 受巨族戒 那么第四个方面 乃至二十人的出罪 这是比修戒法 讲到忏悔 忏二篇的罪 那么需要有二十人 就是二十位比修的僧团 给他做忏悔的结膜 能够让他出罪 就是把罪业给除掉 否则就没办法除这个罪 这是比较重的罪 那么第五个是 由律师持律雇 佛法住世五千年 这是讲到 有真正持戒的比修 对戒律很通打 他能够延迟戒律 那么他能住世 佛法这里讲住世五千年 真是太殊胜了 所以戒律怎么能不学呢 真正发大菩提心的人 不忍众生苦 不忍圣教衰 那这个就是 我们努力的方向 下头 行踪记 对戒本书的注解 行踪记是宋朝 灵芝律祖解释 道宣律祖的戒本书 那么这里设问 问 所以住法虚五人者 就是为什么必须要五人呢 才能够令正发久住呢 下面回答 除生残余皆可禀 四人虽体 四人虽体 不伴鞭授 授法不行 僧饱永绝 报假人虹 由僧绝雇 佛法无托 苟缺私人 法皆负罪 这是回答 为什么必须要五位比修 合合而住 才能令正发久住 我们常听到法赖僧传 这个僧啊 特使就是比修僧 那么 你要是能参与到 这个比修僧团当中 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 那么在家人能护持这样的比修僧团 功德也无量无边 这是真正的护持正法久住 这是我们佛门四众同修啊 都要尽的义务 那么这里讲到 出僧禅的罪 僧禅就是刚才讲到二篇的罪 很重的一个罪了 那必须呢 有二十人出罪 除了这个以外 其余的五个人 就足够了 那么一般我们忏罪 有些罪必须 像三篇的罪 在僧团里面要忏悟 我刚到圣洁经社 也是这样颤的 就比如说 我们这个衣服 没有进行加法 做转转镜 那么就是要在僧中来求上会 那么乃至这个僧团里面呢 这个四人就能成为一个僧团 这样就可以修上会 那么四人虽体 不伴鞭寿 就四位比丘就可以组成僧的体了 所谓的僧必须四人以上 少一人就不能足述 那么要传戒 这个里讲不伴鞭寿 这四个人不够 边方要传戒的话 必须五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在传戒当中 由僧团 拆出一个人出来 来做节目 那么也就是加在一起 要五个人才行 所以呢 至少五个人 才能够传戒 那么如果没有受戒这个法 受法不行 僧宝就永远断绝了 我们要得比修戒 必须要比修僧 合和 来做这个结目 才能够传我们的戒体 假如没有这样的条件 那么即使你修行再好 你也不能当比修 得不到比修戒体 这样就是僧宝永绝了 那么这里讲 道甲仁宏 这个甲就是甲戒 戒住 道戒住于人来弘扬 这是孔子所说的 人能弘道 非道弘扬 那么如果没有人了 这个人呢 是专指僧宝 僧已经断绝了 那么佛法就没有 所寄托的这个再提了 所以苟却私人 法皆赋罪 没有了这种 持绿的比修 那佛法 就会 等于是 被 颠覆了 就 这个 罪落了 毁灭 那么底下又讲了 五千年者有二 初五千年中 一千年得三达至通三世故 二千年得四果 三千年得三果 四千年得二果 五千年得初果 这是讲第一个五千年 第二个五千年呢 学不得道 万年经书灭尽 但替法披加沙而已 这都是佛在经里面讲到的 这个法慢慢衰亡的现象 头一个五千年 佛法的法运总共一万两千年 这里讲的大数一万年 头五千年呢 那么 其中第一个一千年 正法时代 得三达至通三世故 这种人呢 很多 真正有大辞大悟的 有正德法身的 那正果的更不用说了 初果二果三果四果 乃至辟师佛菩萨 都很多 那么到第二个一千年呢 二千年呢 还有正四果 这是阿罗汉 到第三个一千年 找不到四果了 有正三果 第四个一千年 只能找到正二果了 斯陀罕三果 是阿罗汉 到第五个一千年呢 只能正书果 虚陀罕 那我们现在呢 所欲啊 佛灭后三千年 这个十八 应该来讲 至少可以正二果 大家真正努力修行 二果都是能达到的 现世就得二果 那么得不到二果 大家也不用了 灰心 还有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 比正二果更殊胜 那么这是讲头五千年的情形 第二个五千年呢 学不得道 就是出国都挣不了 众生业障很重 为什么正不到出国呢 原因何在 戒法慢慢的衰亡 要知道正果那是以戒律为基础 没有戒律了 谈什么正果呢 修行是不能成就 所以学不得道 到一万年之后 经书都灭尽了 那还有一部最后灭的经 是什么经啊 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 这两个是一部经 那此时呢 还有出家的人 但只有替法皮夹杀的那个样子 根本没有戒品 那么所以灵智律祖在这里啊 苦心的劝导 愿助厚学 竭力互持 但得五人 是名法助 漠视虽多 但知替染 戒得不休 律犯安事 岂能令法光显于时 况二千年尚得四果 去胜未远 但不侧勤 必有永尽 何患不及 请观圣论 退而行之 知主这里啊 跟我们讲 愿诸候选 就是我们这些 后来学习的人 要竭尽全力的 护持正法 从自己本身做起 护持戒律 护持僧保 但得五人 只要有五位比修注释 这五位比修 是真实的比修 真正得戒 那么就是 称为正法 注释 如果没有五位比修注释的话 那正法就没有注释 那么末法时代 末世啊 虽然有很多的 替法染衣出家的人 但这里知主讲 但知替染 虽然替了法 穿起了染衣 披起了这个袈裟 但是戒得不修 不好好的学戒 持戒 那么律犯安事 不学律 就是不学无知 那么这个犯 就是模范 出家人 正所谓啊 天人人识表 学为人识 行为识范 那以什么资格 称为天人识表呢 就是你的戒得 我们还没有得定 没有正三昧 更没有明心见性 达车达落 那么我们能够持戒 有戒得 也可以堪称 人天识表 就能受到 世人的尊重 就能够光显正法 如果这些戒律 不学 你怎么能够懂呢 怎么才能做 天人识表呢 怎么可能对得起 这件袈裟呢 只能令法 光显于实 怎么能够令正法 在这个时代 发扬光大 能够显耀 替佛增光 宋朝的时候 知足讲 那时候只是还是两千年 佛灭之后两千年 两千年还能得四国啊 那我们现在三千年 还能得三国啊 去胜未远 还不算很遥远的 跟佛距离的时代 虽然也有啊 三千年了 还不算特别遥远 比起万年之后的人要好啊 所以我们要自己策略自己 如果不自己策略 不努力精进 这个生大勇猛心 大菩提心 来互戒 来互法 那怎么能够啊 实现我们这个理想 果然能够啊 勇尽 就是勇猛精进 何患不及啊 你担心 是正法不能久住吗 不需要 这里之主鼓励我们 要发大愿行 无论出家再家 都要以护持正法 为自己的天职 既然学佛了 蒙佛厚恩 现在啊 学到了净土法门 这一生啊 已经有把握了生死啊 这个大恩大德 我们要回报 怎么回报 要护持正法 正法存在在世间 就能够度无量的众生 这是四处世间的 最大的功能 请观圣论 请我们好好看一下 圣典 佛经 退而醒之 这个回去之后啊 好好地反省 好好地来发心 定宏 真的是非常地感恩的 师父上人 送我去正觉经社 就能有机会静下来 去思维 过去是天天在讲啊 忙得不亦乐乎啊 所以没有时间去思考 这些重要的问题 人能够静下来 很多重要的问题 就可以思考 慢慢才懂得啊 我这一生啊 来的世界 到底为什么来的 使命是什么 才慢慢呢 有一点呢体会 所以底下呢 要跟大家汇报 第二个方面 就是从自己学习 戒律 求戒 这个 一年的心得 这是以二 求戒感恩 分成七个方面啊 这个课题 来跟大家做汇报 这可以说是一个啊 自己啊 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心路历程 然后回头一看呢 这都是佛菩萨安排 首先第一呢 悔过 我们因为这字比较多 他们主要是看那个黑色的初体字 这个没有初体的字呢 就是我用白话带回去就好 那么想要得到这个讲义呢 可以上网 自己下载 那么定红自己啊 本来跟师父上人学经教 听经文法二十年 原来 原来师父上人鼓励我 学讲华炎经 那我也很喜欢华炎经 但后来一看不行 华炎经啊 太大不头 太高了 我还是学个中本华炎吧 才就一门深入 无量数据 那么立志这一生啊 学师父上人一样啊 专修专宏净土法 那么在经教上呢 用的力多 对戒律就很忽视 那么从受戒以来 2011年9月19号受必修戒 就戒本啊 数字高格啊 从来没有去啊 送过戒 更没有去研究过戒法 那行词上啊 就更加不懂了 犯戒都不知道 那么我们恩师上人很慈悲啊 看出我这个毛病啊 在佛法里面呢 这个毛病称为啊 叫戒缓成吉 戒就是戒律 太缓了 就是你没有重视 成呢 就是你的这个 在经教上 在礼上 你比较着力 那么这叫戒缓成吉 如果反之呢 是戒吉成缓 就是啊 也有一部分人持戒很惊严 但是对教理不是很重大 所以呢 执着很厉害 这两种都是毛病 这两种都是毛病 应该怎么样呢 戒成聚集 就是戒行 持戒 跟你的这个解门理解 都要双管齐下 行门和解门 都要一起提升 这样你的行律 和见地 才能够相应 古人讲呢 只看你的见地 不看你的行律 不是说不要行律 是你真的有真实见地了 你的行律 就是你的羞耻 自然就跟上了 就不用看了 是这个意思 那有的人错解了 我只要见地 也不需要行律 持戒也不用管 什么都放开了 放逸了 还说自己见地很高 那实际上这个见地 本身就 是有亏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行上有亏缺 证明你的见上有亏缺 有这样的行 就有这样的见 有这样的见 就有这样的行 就像一个葫芦 两边 两个瓢 合在一起 才是个整葫芦 分开了 只要一半 不是整个葫芦 行上有缺 理肯定是不圆 我这个问题 就是这里 在理上呢 研究的不亦乐乎 没有注重戒行 所以老和尚呢 把我送到了正觉经社 依止国庆律师学界 那么当时有点 真的是不能接受 不是让我专修专风 无量寿经吗 怎么又搞戒律去了 这说明自己解不圆呢 后来拜读了偶艺大师 从事匹尼诗意极要 这部著作 这部著作是笔修界的专著 偶艺大师用三十年的功夫完成的 它里面有前沿的部分呢 就有这么一段开示 说到 持戒念佛本是一本 净戒为因净土为果 你看讲得多么清楚 持戒跟念佛是一不是二 你不能把它拆开两个 我只要念佛就好了 不用持戒了 那你不要持戒 你的念佛也肯定是假的 因为持戒念佛本是一门 哪能说我只要念佛 不要持戒呢 所以这里讲 净戒为因净土为果 我们怎么能往生净土 得修净戒 大士智菩萨在念佛原通章里面 其实讲得很清楚 都设六根净念相继 有没有 这八个字大家很熟了 什么意思 都设六根就是持戒戒 眼耳鼻舌深腻 都把它收设起来 就不会犯恶了 不会造恶了 这叫都设六根呢 那么就是戒吗 然后净念相继不就是念佛吗 这大士智菩萨讲念佛反能 总结起来就是持戒念佛 本是一门 不是两门 没有禁戒这个因 就不可能生净土这个果 所谓因地不振果招于取 为什么念佛人多 多往生的人少 只顾了念佛这一半 忘了持戒另一半 只想着净念相继 就没有都设六根 那个净念相继也不能相继了 中间夹杂着恶业 犯戒就是恶业 所以我才懂得 原来真念佛人 必是持戒经言 一定是想着要经言的持戒 一丝不苟活大来持戒 为什么呢 持戒就是对峙自己的恶业习气 不使贪嗔痴慢这些烦恼 在起现行了 这样就能做到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我们也见过不少念佛人们 念了几十年佛 还发脾气 贪嗔痴慢呢 没减少多少 为什么呢 没有去对质啊 没有修啊 就是他没有在持戒上用功 清朝彭继勋大事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居士大德 他一生也是持戒念佛 他是持在家菩萨戒 往生的很殊胜 很殊胜的 做了一个无量寿经结教本 这是真的是菩萨在来的 他讲什么呢 他说借静者心静 心静者土静 这两句话 我是从黄念老大经节里抄上来的 这些居士大德 哪个不实戒 下凉居老居士 菩萨戒 弟子 真正是菩萨戒 他也是提倡持戒念佛 他有两句话 我很欣赏 持戒念佛看经教 查过去习物自欺 持戒加念佛 还要看经教 这就是戒成双吉 戒行并重 然后对自己查过去习 检查自己的过错 去除自己的习气 不能自欺 有毛病习气一定要对质 一定要除掉 这是真正世界的人 说我念佛就好 不用持戒 这叫自欺 那当然也会欺人 所以彭大士说 戒离清净了 你的心就清净 这个道理不能懂 律一戒 先从牲口上防护 我们凡夫心出啊 一下说让我们心地上 持境界是很难做到的 那从牲口二叶里头去防护 比较容易 叫你断杀心比较难 开始做不杀生 这个可以做到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从这里开始做 慢慢做到这个念头都不动了 这叫戒净 那就心净了 心净则土净啊 净土就现钱了 你这念阿弥陀佛 我告诉你 念一句就往生 如果没有好好持戒 那就是古人所谓 喊破喉咙也枉然的 你心不相应吗 那么观无量寿经 这是净土三经里面呢 特别又提到了净业三福 这是所谓往生净土的正音 也是三世诸佛净业正音 你往生净土也好 你想成佛也好 必修的 这里面也讲到 具足众戒不犯威 那么不管你受了什么戒 你必须持你自己的戒 那什么戒都没有受呢 那必须持十善 三个根得做到 这是最起码的 那这些道理我明白之后啊 就忏悔啊 过去对戒律啊 不重视 所谓不学无知啊 违犯失罗 失罗就是戒律 违犯戒律很多啊 虽然也在弘法 有一点呢 微不足道的善业 但是难逃以身棒法的罪过 为什么呢 在行的人看了 就知道你啊 没有真正去学戒啊 没有持戒啊 那我们这个样子就不好啊 人家会畸闲的 你看看 净空老法师那个弟子 都不懂戒律 还讲什么经啊 击贤我个人是小事啊 把我们老和尚都击贤 把静宗都击贤了 这我们的罪过就很大 那么他固然击贤是犯口业啊 是有因果啊 那我们也有责任啊 我们没有好好学 没有持戒 才导致他们来击贤我们啊 甚至毁贤我们啊 那我们就要自己忏悔啊 以身棒法 所以自己每念几次啊 想到这里 犹如百毛刺心 很难过 佛前呢 自己啊 痛哭流泣 痛哭流泣 自己啊 求爱忏悔 自责悔过 学心呢 后半生呢 将功补过才行 就好像呢 过去啊 世青菩萨 学想成 棒打成 结果后来 他哥哥告诉他 不可以这样啊 那么他明白之后啊 要自己割舌头啊 求忏悔 哥哥告诉他 哥哥无浊 菩萨 无浊 菩萨告诉他 你不用这样割舌头 割舌头也不能够 数你的过 你呀 过去用舌头来棒打成 你现在还是要用舌头 来战打成 所以世青菩萨 后来就造了很多的 大成的论 这个来战打成 将功补过 我自己本人也是如此 过去啊 没有好好学界 现在就要发心 自己学好 要去弘扬 所以决心 后半生 静律并红 静是净土 律是戒律 那净土和戒律 本是一门吗 它不是两门吗 所以一并都要弘扬 特别是 这个比修戒法 需要人去弘扬 这个弘扬的人太少了 而僧净必须要用 比修戒法来庄严 这真正叫少龙生肿 续佛会命 要赎罪 来报恩 所以从明白之后 就认真地学界了 那么对自己的戒律 行持啊 威仪啊 也都非常的留心 痛改前非啊 断习气啊 而且严格要求自己 日中一时 手不捉襟啊 这都是赎罪的一个表现吧 明白之后 当然首先要想到 学界必须要求到戒体才行 偶一大师当年 三十五岁的时候 他自己在佛前拈旧 向佛菩萨叩问 到底自己得了什么戒 他是做了好几个揪 得了菩萨戒 比修戒 或者是菩萨杀弥 或者是只得了五戒 做出家优佛社 或者是连五戒都没有 只是做过三规人 三规一的人 就问呢 结果抽到的签呢 是菩萨戒沙弥 所以他老人家自称 菩萨戒沙弥 是这么来的 当然以后还要勤求 比修戒体 这是慢慢跟大家会讲到 那么去年 这个接下安居的时候 在证据今生 也是第一次接下安居 佛是让我们每年 都要接下安居 那么第一年 授接第一年 没有没有接 忙着到处弘法 第二年 在正觉经社 接下安居 这个安居呢 就是客戚取证 在短的时期 三个月当中 去努力 去精进 自己设定个目标 那我设定什么目标呢 设定求戒体 来学戒 首先把戒体的求得 所以我就除了随大众 课颂 情务之外 就礼颤 我用这个万佛明经 来做我的一个礼颤 那么有一万多尊佛明 每一尊佛明呢 我都念阿弥陀佛 这个称一圣那个佛明 拜下去念十生阿弥陀佛 不好 这个反正阿弥陀佛 也代表无量诸佛 每一尊佛也是阿弥陀佛的皇生 我等于拜阿弥陀佛 那么用这个万佛明 来做数数 自己数一万 还不太容易数 那么就用他来数 拜满一万佛之后 求忏悔 那么大概拜了两周 于是就效仿偶艺大师 在佛前自己做的那个俊 来扣问 自己啊 第一有没有得五戒 第二有没有得沙弥戒 第三有没有得比丘戒 第四有没有得菩萨戒 还是什么戒都没有 结果得到的究是 一切戒未得 连五戒都没有 当时整个人就好像 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虽然形式上都受了菩萨戒 比丘戒了 实质上呢 连五戒都没有 只能称为一个 无戒光头白衣 是剃了光头了 体呢 还是白衣 就是居士 所以很惭愧啊 回想有没有道理呢 确实佛菩萨也没有跟我 这个讲错的 因为自己啊 受戒的时候啊 也没有放弃 阴重的心 去如理如法的 来观想 来纳受戒体 都不懂啊 也没人教 那么也没有发起啊 舍命护戒的这个怨心来 宁舍生命啊 都不犯戒 没有这个心呢 那么对于戒体啊 戒相啊 每条戒开车吃饭呢 都没有去研究过 连诵戒都没诵过 只有个受戒的形式 那怎么可能得戒呢 所以啊 就得承认呢 一切戒未得 那没得戒不要紧呢 你现在啊 作为一个白衣 就是一个 等于是体式居士 却住在了这个僧团里面 享受彼修的力养 跟彼修一起来送戒 布萨 布萨也是送戒的意思 做结膜等等 那这个可能就是在戒法里面呢 犯了叫贼住这个罪 所谓贼住就是 你不是真的彼修 你混入僧团 来得到僧团的力养 就贼住 这日日都犯道啊 道十方生物啊 而且呢 你想再得比修戒 贼住的人是得不到比修戒 所以没有受聚足戒的人 不可以啊 去参加比修的结膜法事 不可以参加诵戒 这个都叫贼住 叫道法 就永远不能再得比修戒 这是比修戒十三重难之一 葬里的比修戒 这些学了之后懂啊 哎呀怎么办呢 心里啊 真的很恐慌啊 这个痛哭流涕啊 写了一个忏罪书 呈给国庆和尚 自诚的忏悔啊 不学无知贼住僧团的罪 而且我这个很真诚啊 我请求啊 我现在退出比修僧术 不是比修吗 怎么能做比修僧团呢 做一个出家三规一人吧 人家偶一大师叫出家优婆色 反正受了五戒 得五戒的人 我那五戒都没得 只能叫出家三规一的人 三规总是应该是有的 对吧 那么就希望呢 自己到这个 跟居士们 就敬人 就是住在僧团的居士 为僧团服务 做护士工作 我跟他们一起来排班 我是跟他们那一类的嘛 那么服务僧团 然后呢 好好的求忏悔 那么按照戒法 大乘戒里面 有忏悔的这个方式 小乘戒都没有这样的忏悔方式 贼住是不通忏悔 大乘戒里面有取相忏 我们昨天提到了一下 就是你见好相 这罪才能够出的 修取相忏 希望见得好相 比如说见佛菩萨了 见光了 见花了 或者拜沾茶颤 得清净伦香 这样你才能够把罪颤掉 然后才能够重受 比丘界 我申请 要这样来处理我 那么 清宫和尚很慈悲 知道我很忧恼 他就来安慰我 给我找出了红衣大师两段开设 来劝解我 红衣大师怎么说呢 在他的一篇文章叫《问答十章》 就是回答戒学方面的问题 他就说了 说以受戒而不如法 不得戒者 虽于僧中文作结膜 亦谨判为不得满树 不得喝 绝不云成贼助难 已无诈窃兴故 红公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就是已经受了戒 就形式上受了 登坛受戒了 可是受戒的时候不如法 包括你自己 没有如法地去求受戒体 就不得戒 不得戒呢 但是你住在僧团里面 跟僧团一起参加结膜法事 那么这个呢 仅仅是判作 不得满树 就是你不算一个真正的僧人 就不满树的意思 就是你不算树的 那么结膜呢 就是说僧团共同做决定 比如说我们呢 有些吃不了的饮食 要送到别的寺院 那都要做结膜的 不能说送就送嘛 没有做结膜就送了 那都属于常住物 那就是这种结膜 你要参加 或者送戒也是结膜 那么你呢 在这里都不算树的 就有你没你都无所谓的 这叫不得满树 你也不能够喝 喝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反对 这决定做好了 那么这僧团的决定 你没有权利反对 因为你不算树的 就这么个意思 因为生团的结膜 只要有一位笔修反对 这个结膜就不成立 他要必须和合 就是整个全体僧众 同一一见 见合同解 那结膜才能够成立 有一个人反对 就不成立 那么像我这种 就是没有得到笔修戒的 就不算数了 有我没我没关系 那么但是这个呢 绝不叫做贼住 就没有犯这个重难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诈欺的心 就不是说真的像佛当年在世 有一些外道 看到比丘接受利养 他也剃了头 穿上染色衣 混到僧船里面 谋许利养 那个是诈欺 那个叫贼住 我们这个还不能这样子说 我们必定还是以一个好心来出家的 只是不懂啊 不学无知啊 所以呢 不叫贼住 这清和尚给我 把这段话找出来 我心就安了 还好 就还有希望 那么 后来我也找到南山三大部里面的一些说法 也跟鸿公讲的是一样 在十诵律里面呢 就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就有这么种人 称为叫好白衣 剃了头了 像个出家人的样子 但实际上他的体是白衣 就是还是居士 不能称为比丘 这种好白衣呢 可以参加生团的这些法事 只是呢 他是一个边外人员 他也能接受生团的利养 就好像呢 生团里也有静人 也有居士腿住在里面 一起接受生团饮食啊 利养都是可以 那我们这种呢 就是这类人 这类人我相信很多 像我这种啊 没有所谓的好白衣 不是真正的比丘 但是呢 也不算是这种 这种人很多 那说老实话 大部分人都是这种人 那底下跟大家说明原因 那么洪一大师啊 就有一段话说 说既致未能得比丘界 拟定办法分为二十 那我们这种人怎么办呢 洪一大师给我们提出两个意见 这个怎么来做 说第一呢 劝令李瞻察 颤仪 求得比丘界 二 于未得界以前 为护法心 维持现状 不令断绝 令以受尔未得者 学习比丘律 这两条意见呢 洪一大师跟我们讲 洪一大师专学律的 这是很有权威的说法 他第一个呢 你要求真实比丘界 怎么求啊 洪一大师讲 末法时代要求比丘界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理瞻察颤 得清净伦相 就得比丘界 为什么呢 因为末法时代 连五位比丘都找不到 五位真实的清净的比丘 找不到 找不到就没人跟你传戒 那你就不得戒 唯有靠瞻察 是地藏菩萨给我们开出的特别的求界的法文 也是特别的忏悔法 把我们的所有恶业重罪都给颤掉 然后你身口一三叶清净了 自然敢得戒体 不光是比丘戒体 菩萨戒体 也是这样的 通过理瞻得清净伦相得到 乃至于在家人 你想求什么戒 我想求五戒 想求菩萨戒 只要得到了这个清净伦相 就得戒了 那是地藏菩萨给你做证明 这是根本的自己的一个做法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未得戒以前 就是你还没得到粘察 轮向清净以前 那你要发护法的心 维持现状 你现在已经是出了家了 有比修的样子了 那你就要好好的学比修界 这样能够做一个好的样子出来 这是维持现状 不令这个戒法断绝了 那所以以受戒 而没有真正得戒的人 要学习比丘律 所以洪公是鼓励我们要学习 包括他本人 他也没有得清净伦相 所以他自己没有敢称自己是清净比修 他只能称自己叫做出家优婆色 这都是大德 说老实话 绝对不会讲妄语的 不是比修 就自己自己贸认比修 那就大忘了 实事求是 那么洪公这里讲 以上所言二事 第一为根本之办法 就是求得比修界体 这是根本做法 第二为维持现状之办法 现在我们要让界法继续传承下去 你还得好好学习 此二事应同时并行 不可或缺 这两条腿走路 缺一不可 若唯有第二而没有第一 则永远没有真实比修出现 因为这是没有比修界体 那若唯有第一而无第二 则过渡时代之现状不能维持 故须二事同时并行 乃为一 洪公讲得很清楚 给我们末法时代指出一个方向 第一就是要好好地求比修界体 第二年好好学界 维持现状 不令比修界法断绝 即使自己不得界 希望后代有人出来能得界 他也能够继续学这个界法 这样才能够重新恢复生保 我读了这些文献之后 才明白原来佛讲 其实佛已经说过 比修就有八种不同的比修 名字比修 相似比修 自称比修等等 那我们这一类人属于名字比修 就是有名无实的 受了戒有个形式 没有实际上戒体 那么怎么办呢 还是要好好地学界 向宏功提倡 而且要发奋图强 求比修界体 怎么求 就是求理瞻察察 求清静伦相 希望真正有机会 做一个真实的比修 那么主要有五个人 得到清静伦相 做真实比修了 五个人一起都学界法 共住 这就是圣传 正法就复兴 那么下面秉三 就讲仰慕主德 在我们净祖宗十三组里面 对戒律最有研究的 那莫过于第九组 偶一大舍 这是我最仰慕的一位大舍 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俗家姓钟 还跟我是本家 我真是感觉到挺幸福 因为跟偶一大师 俗性相同 出家法名跟 红一大师 沾了一个字 那可能还得要学界 这是题外话 那么这位偶一大师 一生学习戒律 为什么呢 到五十岁的时候 他有一天 对自己的门人 学生 诚实大师 讲了这么一句话 说五西年念念思 复比修戒法 而年念念求西方儿 偶一大师讲了 我过去五十岁 他老人家是二十四岁出家 也就是过去二十多年 念念都想着 恢复比修戒法 重建僧团 可是他二二年就近年 近年来 我把这个妄想放下 念念的求胜西方 他老人家是五十七岁 往上坐着走 那么诚实大师 在《临风中论》里面 他暂写的 偶一大师的年谱 红一大师 对这个年谱有修订 那么诚实大师怎么说呢 原来偶一大师在家的时候 就以发大菩提愿而为其本 偶一大师 二十三岁发了四十八愿 在《临风中论》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 真是太伟大了 这都是佛菩萨再来的 他出家不久就大赦大悟 二十四岁 坐禅开悟 开悟之后 他没有搞什么大经大论 他说什么呢 深入计法 而且呢 当然也随缘地 来写一些著述 就是著解经论 那么实际上他的本意 第一的理想 就是恢复戒法 恢复僧团 而著述讲演 都是疗于有缘人 下缘动种 跟有缘的人呢 下一点缘顿的种子 把原顿大法介绍给我们 不是他真正的最初的志向 大师一生志向是什么呢 希望有五位比丘 如法共助 就能令正法复兴 那后来因为 看到这不可能了 所以就把这个念头放下 念念求生习法 换句话说 他老人家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恢复僧报 令正法久住的 成大菩提院来的 而至于说 劝我们往生西方 祝弥陀要解等等这些著作 都是第二个目标 当然也是很重要的目标 那么大师发现 这个五比丘找不到 就只好先往生西方 再成本愿力 回到娑婆 将来有缘 再重建生团 那这个缘 那这个缘什么时候成熟 也要众生啊 有福报才行 没有福报啊 那佛菩萨来 也没有办法 就所谓 出世未解 身心死 常使英雄泪满进 真的读到这里 会流眼泪 所以洪利大师 有讲过这么一句话 说 世间有所谓 读陈情表 这是李密作的陈情表 而不落泪者 其人必定不孝 读初诗表 诸葛亮的初诗表 而不落泪者 其人必定不忠 洪利大师再补充一句 读欧益大师 临风中论 而不落泪者 其人必无苦其心 那我读这个 临风中论 基本上每次读 都落泪掉眼泪 真是特别感动 欧主的那种 大悲心 念念令正法久住的心 真的非常令人感动 那么欧主就感叹了 说中国南宋以后 就没有真正比丘 那么洪一律师 在他的律学要略里头 这个讲演 是在一次戒坛里头讲的 对的都是新受戒的戒指 很讲 很敢说话 他说什么呢 这很叹息地说 说若受杀弥戒 须二比修受 比修戒至少要无比修受 倘若找不到比修的话 不单比修戒受不成 杀弥戒亦受不成 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 要对诸位讲 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 或可谓生种断绝了 以平常人眼光看起来 以为中国生种很多 大有达至几百万之干 据实而论 这几百万中 要找出一个真比修 怕也是不容易的事 如此怎样能受 沙弥比修戒呢 既没有能受戒的人 如何会得戒呢 是他老人家 在戒场里面说这个话 真是敢说话 不怕别人批评诡谎谎 当然老人家有真实学问 他说的都是有根有据 那这段话都很明了了 不用再解释了 换句话说 我们现状真的令人扼腕叹息 僧宝没有了 僧种断绝了 真正发大菩提心的人 要把他救起来 让僧宝 继续在这个世间 复兴 复生 那正法才叫久住 现在这个情形 就映了四尊在大基经里面的预言 佛讲了 我灭度后 无界彼修满颜浮体 这都是佛讲的 这是确实应验 那么佛法生三宝 我们不讲自信三宝 我们讲的住持三宝 那佛灭度了 只有佛像在 那法呢 是经书 是住持法宝 那法 要赖僧船 要依靠僧 来取红船 那么既然戒体的成船 已经断了 那生宝也就没有 那就很危险了 法宝也会随之趋向灭亡 所以善见律里面呢 就大家都听过的一句话 说 匹尼藏者 佛法受命 匹尼弱助 佛法欲助 就是这个道理 匹尼就是戒法 说戒律 律藏 就是佛法的寿命 那么匹尼 在这世间留存 佛法就住世 如果佛法 这个戒律不在了 佛法也就没有 名存实亡 孔子讲 人能弘道 非道无人 那匹尼是需要有持戒的人 尤其是比丘 因为比丘所持的戒 是最圆满的戒 在家人就不能持出家人的戒 出家人的戒就包含了 在家人所有的戒法 所以令正法重新 那戒法就一定要去弘扬 这就是偶祖 偶艺大师 一生研究疲 至求无比修生 无法共住的 护法苦心 底下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戒体 第四部分戒体略是 老实说有没有得戒体 什么叫戒体呢 这个概念 其实是我们唐朝 道宣律祖正式提出来了 在他的横世超卷上 第一标中显德篇里面讲 说持戒必须有四项内容 第一是戒体 戒法 第二是戒体 第三是戒行 第四是戒相 那所谓戒法 就是佛所制定的戒律教法 这些戒律的文字 戒体呢 就是受戒的人 所得到的戒的法体 这个法体 有防飞止恶的功能 就是你得到了戒体 就是得到了一个 保护散量 它能够在一切境界当中 帮助你防飞止恶 帮助你护戒 如果你有戒体 持戒就比较容易 因为什么呢 它本身就有这样的功能 可以防止你犯戒 如果没有戒体呢 那就很容易造恶 也不能叫犯戒 因为没有得戒 就容易犯杀盗淫妄那些恶意 那戒行就是受戒之后 你去手持戒法 这种行为 叫戒行 戒相呢 就是持戒的人 自然有那种 外向上的瘟移 持戒的人呢 跟不持戒的人就不一样 这戒相不同 那么这个戒法 戒体 戒行 戒相 这四项 以戒体为最主要 它是个根本 那么其他三项呢 作为辅助 那戒体怎么得到呢 在我们受戒的当下 要各种条件 要聚集起来 众缘聚集 缺一个条件 这就受戒不成 那么求戒的人呢 他要发起个誓愿 要受持戒法 要做如理的观想 纳授 虚空法戒 所有的善法 进到我自己的身心 成为我的戒体 成为我的戒体 那么然后就护戒 护你的戒体 在一些境界当中 去守这个戒形 就有戒相的这种表现 那么具体而言 这个戒体 道宣律主在节目书里面 拿来诠释 他是用原教来诠释戒体 他不是讲声门场 他是原教 大乘思想 他说 若约原教 若旧原教来说 我们要明白戒体 我们省略中间一部分文字 就讲了 欲了妄情 须知妄业 故作法受还训忘心 于本葬时成善总此 此戒体也 由由本种熏心故 力有常能先后习 其功用 故于诸过境 能逆能持能防 随心动用 还勋本事 如是辗转 能尽望远 这段话 可能比较深 我讲白一点 大家就知道 这个所谓的戒体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阿赖也识里头的善总子 这里讲藏识 道宣律主是唯识的专家 他的唯识学 跟玄装大识学 所以他用唯识的观点 大识的思想 来解释戒体 那戒体怎么回事啊 你在做法受戒的时候 比如说受比修戒 要做结魔法事 受五戒呢 要做三规的法事 五戒以三规为戒体 当我们在做这个法事的当下 发起着大愿 纳受戒法 那么这种誓愿力 就熏其到你的望心 就是你的阿赖也识里头 这个望心就是阿赖也识 就叫藏识 就成为了善种子 这一个愿心 下去了就是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啊 力量很强 因为你发那个誓愿 很真 很有力量 那么这种种子 就成为叫戒体 那么这种种子呢 就在一切的这个境界当中 它有功用 这个功用是什么呢 它能够引发你的善行 善种子 它能够引出你的善行来 在一切的境界当中 所谓能溢 能持 能防 就你能够意念你自己的戒体 我是得过五戒的 或者我得过比修戒的 你能意念 你不会忘记 你呀 能够意念这个戒法 我怎么才能叫护戒 才不犯戒 你懂 你能够回忆起来 记忆起来 所以戒我们要背 为什么半月半月送戒呢 就是你不能够忘掉 要能义呀 能意你才能持 你想都想不起来 你怎么能持呢 所以能意能持 能防范犯戒 这全都是你这个 善种子的功能 那我们这时候 发了这个怨心 在佛前立誓 我要终身持这个戒 那乃至菩萨戒 是净未来记 不光是这一生 来生 这个种子都会有功用的 它能够帮助你啊 来生都能够防飞止恶 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就很善良 还有所谓善根 过去生中呢 过去生中呢 有这种借力 借种子的功用 那这种借力 这种功能 又还 熏你的本事 就你的阿赖也实力 又种下新的善种子 就一个善种 又带动第二个善种 师父常讲 一坛纸都 多少个念了 三十二亿百千念 第一念是善种 它勾起第二念也是善 念念都善 这就是所谓还勋本事 以善勋善 以善种勋善种 能够辗转的增上 所以游戒就得定 游定就开智慧 就越来越好 这是良性循环 最后辗转能静望远 就是把你的望心 最后都扶住了 你得三昧了 最后你无名都断了 就开智慧了 就大车大悟了 所以持戒的功能就在这里 所以你没有得戒 就没有这个殊胜的功能 所以为什么要 一定要求戒体 原因在这里 它能够在一些境界中 任运防飞之恶 所谓任运就是自然的 甚至乃至你睡眠当中 它都有防飞之恶的功能 我们经社就有位法师 他跟我分享 他说这戒体真的不可思议 他说他晚上有一次做梦了 梦到什么呢 梦到了就是跟女众在一起 互相有身体的接触 然后他就吓醒了 为什么醒了呢 他在梦中都知道 这是犯戒 这是能溢 能持 能防 你看在梦中都能做到 这是什么道理呢 戒体的功能 他的第六意识没有起作用吗 那是什么作用吗 他第八识的那个戒种 戒善种子起现行 虽然第六意识已经昏碎了 第八识的种子还在 还有这种强烈的互戒的功能 乃至梦中都不犯恶 不不造恶 这个功德多大 真的是十善业道经里面呢 昼夜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这是持戒的人能做到 你没有这个戒体 你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你在梦中保证就犯戒了 当然犯戒呢 不算真犯 因为五戒啊 乃至比丘戒啊 都是梦中犯的 都可以叫开远 都不叫真犯 因为你那个是 自己迷惑颠倒的时候 可是菩萨戒这也是算犯 犯的是轻的 所以那戒体有这么殊胜的功德 最后能净望远 就是所谓转时成志 把你的望心都扶住了 望心就是阿拉野 把阿拉野时转成大圆净志 那么前五十就转成成所作志 第六十转成庙观察志 第七十转成 什么志啊 什么志 平等性志 你们学的比我好 所以一定要去这样持戒 受戒很重要 不能说 哎呀 这个我好好学戒法 我能修实善就行了 不用受戒 没受戒就没有这种功德 所以我懂得这个道理啊 就发心要求戒体 所以求戒体不仅对自己修行 有很大帮助 那还有对护法 令正法久住 也是有很大的功能 功用 那底下呢 跟大家分享第五个方面 就是求戒特别法 这里求什么戒呢 我们当然目标啊 是对准的是菩萨比丘戒 我们出家了 都要去受三坛大戒 所谓沙弥戒 比丘戒 菩萨戒 我这是一戒都没有 那就得要 希望慢慢地都求得 那怎么能够求得呢 洪宫啊 洪一大师这里啊 有一段肺腑之言 说道 诸位中 若有人 真欲少龙僧肿 必须求得 沙弥彼修戒 亦有一种特别的方法 即使如偶艺大师 李瞻茶颤仪 求得清净伦相 即可得 沙弥彼修戒 以后即可称为 菩萨彼修 这个话也很清楚 这是特别法 李瞻茶颤 求清净伦相 那么在瞻茶经里面 这是地藏菩萨三经之一 地藏经 专茶经 还有是十轮经 三经 地藏经 大家读得比较多 专茶经 可能接触少一些 那么专茶经 这个里面讲 这个法门呢 非常的殊胜 那么对于求界的人 地藏菩萨 有这么一段开示 所以未来是 诸众生等 欲求出家 即已出家 若不能得上好介师 其清净僧众 其心疑惑 不得如法授予境界者 但能学法无上道心 亦令身口亦得清净 其未出家者 应当替法 批服法医 如上利愿 自示耳受 菩萨律仪三种戒具 则明俱获 波罗提木叉 出家之戒 名为彼修彼修女 这个方法理论根据 就在这段话 换句话说 你呀 没有这个因缘得戒 或者去受戒 不如法 你没得戒 或者根本没有戒师 给你传戒 你想出家 还没有出家 也没有因缘 找不到剃度的 这个法师 找不到传戒的法师 怎么办呢 那还有啊 你自己认为自己 没有得戒 心里有疑惑 怎么办呢 这个地藏菩萨教我们 当学 但能学发无上道性 就是无上菩提心 什么是无上菩提心 自己要成佛 现在在这个世间 我要令正法久住 这就是无上道性 然后你去沾茶 用这个木轮 木轮大家不知道见过没有 有机会我跟大家再 跟大家再结缘一下 因为有一些居士 现在在大陆 在准备流通这个木轮 等于是地藏菩萨 借这个木轮来显向 那么身口意 其中有三个轮 分别代表身口意 两面它属于四面 两面是红的 两面是黑的 红的代表善 代表清净 黑的代表恶 或者是不清净 那么这里说 求得身口意得清净 就是得清净轮向 所谓清净轮向 就是连织三次这个木轮 总共九个轮向出来 全是清净的向 这个就是清净轮向 这不容易得的 那么要离颤 离颤七天之后 第八天早上 开始支这个轮 那么假如你得了清净轮向了 就是地藏菩萨给你做证明 他用愿力 用他的神力 来给你做证明 那么你这个人没有出家 就应当替法 没人给你替 自己可以替 可以披喜加沙 而且在佛前立愿 发誓 自示而受 菩萨三聚境界 就可以称为聚界出家之人 聚波罗提木叉 波罗提木叉也叫戒律 聚足界的意思 你已经受了聚足界 就可以称为 比丘比丘尼 男的是比丘 女的是比丘尼 而且也是叫菩萨比丘 菩萨比丘尼 不仅得比丘界 也得了菩萨界 那沙弥界更得到 那么此时这个人 如果没有满二十岁呢 按照界本上讲 一定要年满二十 才能受比丘界 或比丘尼界 那么这个人呢 没关系 先不用 这个比丘的名 先做沙弥 等到年满二十了 自然就转成菩萨比丘 现在叫菩萨沙弥 二十岁年满 那么就可以称为菩萨比丘 那么女众中间 还有一个四叉摩纳 就是年满十八 要求四叉摩纳法 之前叫沙弥尼 你得到 比如说你现在十六岁 求得了清净伦相 你叫菩萨沙弥尼 十八岁就叫菩萨四叉摩纳 到二十岁就叫菩萨比丘尼 就这么殊胜 可是求这个不容易 偶尼大师讲 从漠视欲得境界 舍沾纳向之法 更无别途 除了这个法门 没别的方法 那偶尼大师自己现身说法 他是三十三岁 遇到这部沾纳经的 三十五岁呢 年纠问得自己 是菩萨界沙弥 然后他开始发心求比求戒 而且他为这个沾纳经 做了一个刑法 就是教我们怎么来拜颤 怎么来这个沾场 那么三十七岁那年 讲了这部经 就很想给这部经 做一个著书 著事 可是因为身体不够不好 所以一直不能如愿 直到了四十六岁 他把所有的界都舍掉 本来是菩萨沙弥界 他都舍掉退座三归一人 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一样的 他也是三归一人了 然后开始求这个沾纳 清净伦相 礼拜千佛万佛 拜这个沾纳 到次年 就是四十七岁的元旦 大年初一 获得清净伦相 用将近一年的修持 圆菩萨界彼修之梦 所以从此以后 他就可以称为菩萨彼修 所以你看他 四十七岁以后的著作 他有时候自己署名 就是菩萨彼修 或者是 彼修秩序 他自己称彼修 那么五十二岁那年 为沾纳经做了这个义书 就注解 有悬译 然后随文注解 教这个书 那么五十二岁 是很成熟 他老人家 四十九岁那年 做阿弥陀经要解 印光大师 已经称这是 古佛再来 不能超过其上 那么五十二岁 做这个沾纳艺书 更是古佛境界 做这部书 目的很明确 寄望后世 能够有五个人发行 用这种方法 求得清净轮向 就能自己发誓 在佛前 誓愿 得到菩萨彼修界 然后五人 如法如律 和和共住 就是僧团 就能令正法重新 这是偶一大师 注经的苦心 当然这个沾纳燦 还有一个特殊的 灭罪的功能 灭罪的效果 都是特别殊胜 所以偶一大师 称这个沾纳燦 叫漠视救命神丹 漠视众生的特点是什么呢 罪业深重 比如说堕了个胎的 犯过邪淫的 毁忘三宝的 忽逆父母的 这都是重罪 地狱罪 用什么忏法可以忏 平常普通的忏不了 别以为我就是发怒了就行了 跟大家说 那不叫忏罪 叫发怒 发怒罪没有被忏掉 只是呢 你希望后不再造了 可是原来的业还在 那个业没有灭掉 怎么才能灭业呢 这个沾茶餐是个很好的方法 无罪不出 所以叫救命神丹 那偶一大师说 这个经不可不及流通 赶快的及及的流通 所以我看到这部经啊 如获至宝 从他老人家到现在三百多年流通的太少了 所以我就誓愿要好好流通这个法门 帮助末法师在恶业重的人 颤出业障 否则你念佛都念不好 就有一位同修跟我讲 他说有一个人的念佛 老是没办法念得好 妄念很多 扶不住 烦恼袭袭一大堆 说有一个阴阳眼的人看了 他说你肯定念不好 为什么呢 你看你脖子上叼的全是鱼 都是你杀的 那鱼就障碍你 你的罪业就不能让你念佛 所以要灭罪业 就好像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里头成的是甘露 能不能喝呢 你这杯子如果是很多的毒性染污的 装了甘露也都是毒药 你得把这个杯子洗干净了 才能拿它装甘露 那你才能够喝呀 所以不把罪串掉了 你想念佛都得不了 往生不了 这就是阿弥陀佛教我们的 有没有 阿弥陀佛 第二十一愿 悔过得生愿 若有素恶 闻我名字 极自悔过 为道作善 便持经界 愿生我国 这个人到忏悔 忏掉了罪了 临终不服更三恶道 极生我国 你要是不能悔过 你就不能得生 所以阿弥陀佛教我们要忏罪 要悔过 那么你愿生彼国 那才是真 那地藏菩萨是专门给我们做忏悔主 我们那些恶业 重了 平常方法忏不了的 地藏菩萨就是帮我们这些地狱众生 或是门手 有没有到地狱门口的 把我们拉回来的 地藏菩萨就有这个威德 专门救地狱众生 像我这种也都属于地狱众生的人 犯了戒 以身奔法 那都是地狱众生 地藏菩萨就把我给拉出来了 这个忏法无罪不灭 乃至逆罪 杀父亲 害母亲 出佛生血 破合合生 杀阿罗汉 这种罪都可以灭掉 其余的罪就不用说了 那么宏丽大师在这里说 因为得清净伦相之后 通过礼颤得清净了 那么木轮就给你显现 这就是清净相 这时候即可自是总受菩萨界 而沙弥彼修界皆包括在内 以后即可称为菩萨彼修 或者彼修宁 所以礼章茶灿得清净伦相 洪玉大师讲 虽是极不容易的事 躺诸位中有蒸发大心者 亦可奋力进行 这是我最希望你们的 这是老人家在当年 戒场里头说的话 跟戒子们讲 那宏丽大师说 这是极不容易的事 是难是意 在你自己呀 如果你有这个志向 你没有这个志向的话 举手之劳 你都不肯去做 那就很难了 你要有这个志向 发无上道心 令正法久住 我要求清净伦相 求这个彼修戒体 无量寿经上讲 譬如有人呢 一斗 譬如大海 一人斗灵 经历结束上课兄弟 这个事不用一劫 那偶一大师 不用一年就能求得 所以无量寿经讲 人有志向求道 精净不止 会当刻果和怨不得 你有这个怨心 想要护持正法 这个你要努力 精净不止 一定能得到 有什么怨得不到 更何况有地藏菩萨加身 有诸佛如来加身 那么怎么才能得清净伦相 包括在家同修 你不想说出家做彼修 你想得菩萨戒 甚至只想得个五戒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乃至于现在老和尚提倡说 要扎三个根 三个根实际上就是 身口一清净 十善业都做到了 不就是身口一清净 那怎么证明呢 你要得到清净伦相了 那就是地藏菩萨给你证明 你三个根都做也满 否则你总觉得 我这三个根都没做好 自己也怀疑 做好没有呢 没有证明 你说你做好了吗 还是还没到这个标准呢 现在请地藏菩萨给你做证明 没错 那欧祖在《沾茶经》一书里面就讲了 金济僧伦酒肺 事须住持 故许学法无上道心 方堪感得清净伦相 现在所谓僧伦酒肺 就是刚才讲到洪一大师说 六七百年来呀 僧肿断绝了 没有真实的比修了 那比修尼也没有吧 因为比修尼得戒的 要一比修才能得了 二不僧才能得戒的 比修比修尼 各识人才能得戒 那怎么办呢 你誓愿呢 去续佛会命 住持正法 就许学法无上道心 你要法大菩提心 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 这种人才有资格 感得清净伦相 地藏菩萨 他知道你的水平了 你要是有这个资格了 他就可以给你清净伦相 那无上道心 就是无上菩提心 我们必须得发的 所谓菩萨三具境界的根本 就是菩提心 偶尼大师讲 菩提心就是我们的戒体 也是修行的首要 往生西方 三倍往生 都是同样的一个条件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最终你能圆满成佛道 这是因 三世诸佛 敬业正因 也是发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不能不发 不是为了求戒才要发 我往生也要发 必须得发 《华言经》上讲了 忘失菩提心 修诸善法 世明摩业 这说得很厉害 别说你没发菩提心 就你发了 你忘了 那修所有的善法 弘扬正法也好 护持正法也好 做很多慈善功德也好 都叫摩业 这个是了不得 你不发菩提心 所修的一切 将来会助你成魔 你的大福报 能做魔王 出不了三界 最后还得下地狱 福报想完 就得下地狱 所以怎么能不发菩提心 那么偶一大师 在三百年前提倡这个法 红一大师 七十多年前 也在提倡这个法 两位大师 都是我们最尊敬的 可谓剖心力学 他们的教诲 好像当我们的面 给我们教诲 所以定红每当读到 这些大德的开示 都会真是流眼泪 当今末世 正法衰到极处 佛法可谓命若悬丝 身保已断 再不接续起来 那后世就可能没有佛法 所以我们既然出嫁 成为世子 九蒙佛恩 怎么能够 堂塞责任 苟且偷安 这个心怎么能安 像古德能护法 不惜生命 我们现在求戒 也要拿出这种精神 勇猛无畏的精神 怎么能为难呢 所以发菩提心 要以祖师的志向 为自己的志向 少龙僧肿 何担如来 舍我其谁 发这个大心 所以当时读到这些 祖师的语录 如暗欲明 如平得宝 自己就在佛前 忏悔 立誓 要灵舍生命 请求戒体 因为一切戒都没得 先求五戒 然后次第 来求菩萨戒 沙弥戒 必求戒 自己深入学习戒法 以戒为师 希望将来能够 为少龙僧肿 正法久住 出一点绵力 所以去年七月十八 都讲农历 我就提醒了 亲公和尚 给我单独 在方丈聊 他老人家给我 受了一个五戒 因为我是出家 所以叫进行 幽婆色五戒 进行 特别是讲到 淫界这方面 就是不淫欲 在家人不携淫 当时亲和尚 说这从来没有试过 你的出了家 登过三坛了 三坛大戒都受过了 还要来给我 这边来求受五戒 他说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们俩自己单独受就好了 这很不好意思啊 但是我自己世界上就是这样 没什么不好意思 实事求是 没得戒就没得戒 然后五戒应该是得了吧 然后下一个步骤 就是求菩萨界了 所以在当时 夏恩居 我们经设复诸时 天音法师 是我们菩萨界 阿舍 这个杰摩阿舍 然后果良法师 是我们的教授阿舍 亲和尚是德界和尚 那么天音法师 跟果良法师 给我们讲 这个沾察经的一时境界 还有沾察刑法 我就听了之后 就才知道 怎么来修这个法门 读了偶艺大师的一书 知道这真的是末法时代 一个求界的 善巧方便的法门 那么自己就开始理颤 那么当时有一个疑虑 说我们这是专门求生净土 要念佛的 要搞理沾察 颤会不会是夹杂呢 有疑惑 沾察经里面讲 你有疑惑 可以问地藏佛 求答案 他这里有三种轮 以第三轮 来求问 所以我就问了 可否不修此颤法 而依然能得比修和菩萨戒体 如果是不能的话 那就还是要理颤 当时就做了这么个意念 就沾 沾了之后 得到了第105项 所谓观所去有障碍 也就是说 你不理这个颤 你想得到这个 比修菩萨戒体 有障碍 可能性不大 地藏菩萨回答我了 那我就得好好理颤 所以就发心了 按照这个 沾察的法门来理 那么我这里 有些内容 时间关系跳了去 从七月初八 开始理颤 自己在经社疗房里头 所谓街坛 来当时职语 社心来理颤 按照颤仪七天 专理 地藏仗 这个沾察仗 每天七步 一步将近一小时 第八天改成 离两步了 然后每天早晨 就开始织这个轮 那么到了八月初八 正好一个月 清晨 就得到了清静文响 当时真的叫悲心交集 又欢喜 心里又难 真是又兴奋 真的又很忏悔 很惭愧 去清和尚 这个果粮法师 天音法师那里 谢恩了 那么三师 闻到这个喜训呢 也很欢喜 当时清和尚 就鼓励我 你现在就可以 马上立誓 佛前立誓 总受 沙弥比丘菩萨戒 你就能得戒体了 那么当时呢 我没有马上做 什么原因呢 因为啊 这个《范网经》 《沾察经》都有讲到 如果求戒啊 千里内有能受戒师 那么你就理应在 师前受戒 不能自私受 这是尊重师道 除非是找不到 能受戒的人 这个戒师 那你可以自私受戒 那我就在正确经社啊 国庆律师 那就是能受戒的律师啊 所以就不能自私受 虽然老人家有鼓励我 那我说 不行 我得要 您老人家给我受 所以我就 当时啊 这个决定了 那么 因为我们亲和尚啊 是当年 1987年 到泰国求受南传的比修戒体 因为中国的比修戒体断了 泰国的比修戒还在 当时洪一大师就很想到泰国去求受 可是没有如愿 而我们亲和尚呢 这个事情做圆满了 等于说 把这戒体从南传 这个泰国那里 带回我们神州大地 这也是伟大的东西 所以他老人家是有戒体的 所以我在他那里要受 然后呢 老人家在十月初八那天 在经社传 菩萨戒 我也受了个争议戒 那么 当时受了菩萨戒之后 我还用沾茶轮又问的意思 到底我得了菩萨戒没有 请地藏菩萨回答 得了156个轮像 所谓观所患得除愈 就是你啊 说明你现在忧患了 你不是忧患 你不能得戒吗 现在已经解除了 不用忧虑了 那么沾茶经里面讲 说随心所观主念之事 若树合与异相当者 无有怪错 地藏菩萨用神力来保证 所以你啊 求问的事 假如说 这个答案呢 正对你的 所问的事 这绝对是不会错 如果是不合的 那是因为你没有置心的求 再求一次 求到合为止 那决定是地藏菩萨的事件 所以这个法门呢 很殊胜 你有什么疑问呢 都可以问 乃至于说 我能不能往生 也可以问 真的 这个是孟昌老婆上 今年100岁 她也是弘扬这个法门 她说你就可以沾一下 行那更好了 继续保持 不行呢 不行努力啊 心愿行上 用功嘛 那么 所以 做一个小节了 回思这将近一年的求戒过程 这个感应是不可思议 那么当然 我这个笔修戒 还没有正式去受 就是今年三月 下个月 我要在原同寺求受 比修戒 也是亲和尚做得戒和尚 那个完了之后 那才叫做 菩萨比修 现在只能叫做 菩萨出家优佛舍 这个戒还没有圆满 但是自己心已经很安稳 所以这个法门呢 真的是地藏菩萨大悲设受 尚安慰说 开我迷云 敌律喜心 破除所有的障碍 令你远离怯懦 现在这个心就不那么怯懦了 不会担心自己没有戒体了 现在就敢去承担 所以地藏菩萨在这个经里面讲 但当学至心 使身口亦得清净相依 我亦护念 令笔众生 速得消灭种种障碍 天我波寻不来破坏 乃是九十五种外道邪师 一切鬼神亦不来乱 所有五干辗转轻微 堪能修习诸禅智慧 看到这段话 心里感觉到非常的欢喜 地藏菩萨给我们保证 你只要得到清净人相 地藏菩萨就护念你 你素能消灭种种障碍 你修行上能够一帆风筝 天魔波形都不敢来脑害你 有地藏菩萨守着你 九十五种外道邪师 乃至一切鬼神 你的所谓冤情在主 不敢来捞乱 你所有的五干 贪欲 称慧 睡眠 调举 怀疑 怀疑法 这五干辗转轻微 慢慢就少了 最后你能慢慢得定 堪能修习诸禅智慧 诸禅就是禅定 那我们念佛是无上身妙禅 你要念佛慢慢能得三倍 你能慢慢学经教 能慢慢开智慧 就看你能不能精进了 你要能努力精进你就快 不能不努力精进就慢 但是你不会也被磨绕 看到这里真的是觉得 真的欢喜安稳 所以这个法门呢 真的叫除障断移的书生法 我还自己问我能不能往生 结果你们大概也能够 大致可能会猜出来 这就不再回答了 所以今天因为时间到了 就是跟大家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自己学界 求界的过程 真的是从低谷走向走出来 重见光明 这是一个祈福很大的心路历程 但是到现在 真正有这种 何丹如来佳业的这种怨心出来 知道自己这一生使命 我们来干什么 希望大家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互持正法来奉献 明天我们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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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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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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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